吾妮娜 美妙美妙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现在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新农冰桥历经三年的功期 终于在26号开放通车 那么投入善款负责兴建的嘉义行善团 也举行了卸土典礼 那么由市长魏家燕同理市长徐文聚 李坚士等人攻读卸土书文焚香拜拜 并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完成了剪彩 请剪彩 花莲市新农冰桥历经三年功期 终于在26号开放通车 投入善款新建的嘉义行善团 也举行卸土典礼 由市长魏家燕协同理市长徐文志 及李坚士等人攻读卸土书文焚香敬拜 而这也是相继在仁本桥 仁木桥及光明桥之后 嘉义行善团在花莲新建的第四座桥梁 那这座桥在当时候嘉义行善团要来圆建的时候 那也要谢谢欢迎宪政府 也拨了一笔设计规划费 那在圆建的过程里面又碰到0206地震 那地震完之后 我们急于要把其他桥梁抢修完 抢修完之后 这座桥就立即的把它做相关的拆除 因为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拆除之后 真的也碰到疫情缺工缺料 等等的一些问题跟困难 那所幸嘉义行善团 然后我们花莲施工所市民代表会 还有乡亲的体谅 能够让这座桥 能够快速的来做相关的一个兴建的部分 可能有我们花莲在地的一些民众 那么感受到我们的工程上 是不是有所严格这样子 那但是我想说也利用这个机会 像我们花莲在地的乡亲们 能够做一个报告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因为行善团毕竟是要经过募款 我们才能够集资这些工程经费 那所以这段期间 再加上这些经费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顺利的完成 那今天是我们的 新农兵桥的卸渡典礼 那在这边 刚刚在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三个感谢 那最重要的要 谢谢我们的广大的花莲市民 那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真的比较向大家致意 也致歉 因为时间上确实有言当道 那在今天 通与通车了 也还给大家一个安全 一条用路的桥梁 原先的农兵桥从民国67年启用 成为花莲市西区与美轮地区的交通要道 历经10日导致原油的桥梁桥面下陷 桥墩与桥头出现多处均裂 被列为围桥 而且桥面宽度只有6.5公尺 过于狭窄 经常发生塞车火车或情形 这次透过新建工程 完成桥面拓宽至10公尺 长度达84公尺 重新规划调整东西车引道 也串联周边美轮溪自行车道 纳入引道工程师座 完善整体桥梁的安全与功能性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